观众朋友们午安 谢谢您收看 这个1500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的来宾 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郭正亮 大平安 中科院总工程师张诚博士 翟轩好 大家好 还有前大使接文集 翟轩好 大家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昨天对于欧洲 非常多的国家来说 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一个日子 我们现在大家媒体上面 大家最常听到 大概是5月9号胜利日 但是5月8号 其实是二战的纪念日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是欧洲 像是法国 德国 非常多的国家 都有相关的纪念活动 法国也是播放他们的马赛曲 来纪念他们的一个胜利 德国当然也是要记得 这一次二战的一个 等于说失败 这样的一个纪念的意义 可是对于泽伦斯基来说 他也是选在 二战纪念日的时候 有讲了一番话 他是对俄罗斯来讲 他说邪恶回来了 我没听听 他还特别用黑白抽色的画面 来陈述这一段话 表达他的沉重 但另一方面 他也是感谢了一些国家 他感谢了比方说 像是波兰 英国 荷兰 法国 捷克 美国十多个国家 但是就是没有提到德国 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泽伦斯基 就乌克兰跟德国的心结 真的是结得非常非常的深 那我们先看一下法国好了 法国真的算是站在乌克兰这一边吗 你看看马克宏讲的话 其实他好像有一点 什么样的一个意涵在这其中 他说我们不会忘记这场胜利 做出贡献的来自苏联各地的士兵 包括了乌克兰人跟俄罗斯人 他两边都不得罪 他两边都提到了 所以他也不见得是真的站队在哪一边 因为现在其实马克宏 他比较希望是摆脱 就是美国控制的这样的一个步调 有自己的方式来跟普丁来对话 所以我们看到马克宏这一番话 可能更明显可以看出他现在的立场 那德国来说的话 当然肖茲他是有讲说 我们会帮助乌克兰抗俄 这是德国的历史责任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 却让乌克兰非常不高兴 因为德国他们在柏林这边 这个纪念会 禁止出现俄乌两国的国旗 那乌克兰驻德大使就说 这是对我们的一记耳光 所以他觉得说德国 他们是不谅解德国的 也难怪就是泽伦斯基 会特别提来提去 就是没有提到德国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纽约时报的解读说 5月9号恐怕会变成 两个欧洲的激烈对峙 一边你可以看到 像是俄罗斯的红场阅兵 非常盛大的可能在比较 大概几个小时之后的 台湾时间就要来进行 那另外一边是可以看到 马克宏正要来到访欧洲议会 所以这个欧洲是不是已经 真的是被切成了两半了 一边是正在进行这个战斗 或者是站队到这个战斗的 某一国当中 另外他们是希望 过着正常的生活 那我们来看看 其实美国现在最新宣布说 跟G7开完会议之后 他们要继续来减少 对于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以及加强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可是欧盟的代表们 他们对于这个制裁 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共识 因为其实对于很多国家来说 真的太伤了 我虽然说就是好像被乌克兰 讲说是血欧元 可是反过来 对于我们的人民来说的话 我们也是在流血 我们人民可能也没有办法 负担得起这么高的一个 通膨跟物价 所以其实你看到 陆陆续续很多的国家 都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 可能反对的不见得是同一件事情 但是好像都指向了乌克兰 那我们来看看像是瑞典的民众 他们举行示威抗议 其实我们都听到 最近如果你从西方媒体听到都是 瑞典非常想加入北约 可是竟然在瑞典里面 有这么大的一个声音 是没有被放出来的 是很多民众反对加入北约 他们不想被推到战争的最前端 还有保加利亚的财政部长 他讲说我们若未获得 俄罗斯的石油进口豁免的话 将会反对新一轮欧盟 对俄罗斯的制裁 因为真的对他们来说的话 这个太伤了 因为保加利亚之前也是被断气了 所以影响也非常的大 还有奥地利的部长 他也是说 乌克兰未来的五到十年内 都不可能加入欧盟 他说很多巴尔干半岛的国家 等了十几年都还没有加进去 为什么乌克兰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就直接插队在大家前头 所以奥地利他们这边的看法 也是觉得不应该是如此 所以我们看到有这样一篇评论 他在讲说什么呢 伦敦陷落 强身政府充当美国傀儡的一个下场 其实这篇报道 让我们就觉得很惊讶 伦敦为什么会陷落呢 为什么会变成美国的傀儡呢 其实照理来讲 现在强身 他不是一直跟乌克兰站在一起吗 他讲说 现在世界上 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 就是要挺乌克兰 可是大家挺乌克兰 却没有挺强身 让他在这一次的其中 这个选举 真的是大败一场 所以才有这个内部的声音去讲说 你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美国的傀儡 这是来自于英国自己内部的一个反弹 甚至英国也想要向乌克兰 持续提供这个13亿英镑的一个军事援助 但是路透社却告诉他 告诉世界什么呢 你军援很多 可是你接受难民很少 代表说你只是出钱 你也未必是真心想要帮助人家 所以英国是不是落得 这个两面不讨好的情况 那可是最后的盘算是在谁手上 会不会是在美国手中 有这样的一篇报导讲说 你看看 像俄乌战争加上中国清零 很多欧洲的企业 加码准备要前进美国 美国才是他们觉得最安定的地方 但是这会不会是有一种 大外宣的一种新闻 真的美国有这么吸引欧洲国家去投资吗 其实现在欧洲 经贸往南最大的国家还是中国 所以其实我感觉好像 有一点大外宣的一个味道 甚至还有一篇报道讲说 现在美国愚翁得利 而欧洲是要承担苦果 所以其实现在这样看起来 欧洲才是最傻的吗 我们先问一下大使 我想欧洲在俄乌战争这一次 这个受到的影响就是大分裂 这个分裂是欧洲在欧盟 在过去几十年努力 本来不可想象的 尤其欧盟想要扮演一个统合者 来决定对俄罗斯的制裁 基本上我觉得他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常识 因为这个对俄罗斯的制裁 对欧盟的会员来讲 产生的负面效果差异极大 你如果要做一个统一性的一个政策的话 那对那些受到伤害比较 因为制裁受到伤害比较大的国家来讲 是不公平的 所以欧盟在过去对这种问题的时候 就是说同样一个政策对于会员产生的 这个负面效益大小差距太大的时候 他会尽量就不要去推一个共同政策 然后就由会员国自己去决定 他决定一个政治立场就可以了 可是你要做经济制裁的话 你就要考虑到每个会员国 他能够承担的能力 当然很多国家觉得不公平 他说我这个如果断的话 我的瘦影响比你大得多 为什么我要跟你去走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欧盟 现在基本上我觉得他们领导人 基本上对于欧盟的团结的体制 视为当然 他不知道其实欧盟还是有他脆弱之处 如果你不能替会员国带来利益 而是要会员国为了你欧盟 牺牲自己的利益的话 这个欧盟的整合会开倒车的 现在就已经出现这个现象 那像保加利亚 这些国家在目前这个当头之下 他都已经站出来了 那你将来再往后面 你如果制裁力道再要加大 那我想会有更多国家会站出来 而且欧盟的这个制裁 也非常非常的虚伪 也就是说我要制裁 我要制裁 三个月以后 我要制裁 我要制裁明年开始 那另外又容许其中有一些国家 可以豁免 所以这个对欧盟来讲 是过去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那我觉得反映出来就是欧盟的领导人 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缺乏长远的一个智慧的判断 那另外一方面 这个当然泽伦斯基现在锁定目标来打击 他现在就锁定德国 那打击德国 其实上就是在打击欧盟 因为欧盟的整个的经济火车头就是德国 那现在把德国这样子的挑出来打 基本上我觉得最后的话 回过头来 对不但对泽伦斯基自己本身不利 而且对欧盟的团结也不利 那么现在很多声音可能也已经开始针对德国 如果德国将来也变成欧盟有些会员国的一些 批评的一个矛头的话 像其实在过去一个月的时候 波兰就直接对着 对着这个德国攻击 那你知道欧盟这些国家 如果开始从对历史上的问题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之后 这个对欧盟来讲是最危险的 因为为什么 这个欧盟这些国家 这些在这边做邻居都做了上千年了 彼此历史上的恩恩怨怨 那个是剪不断理还乱的 过去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未来的时候 过去也就把它忘记了 可是尤其对二次大战的时候 其实整个欧洲有高度的一个共识 可是现在这个共识慢慢被打破了 谁在打破 其实泽伦斯基在打破 因为乌克兰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扮演的角色 其实现在看起来是蛮有争议的 因为德军刚进出乌克兰的时候 乌克兰那时候是苏联的一部分 乌克兰有很大一部分的 这也好 领导人也好 民众也好 是对纳粹是淡石湖疆 然后欢迎纳粹的 然后他也跟着纳粹 事实上到了欧洲很多地方参战 他们中间有一个领袖叫班德拉 他基本上他就是福音纳粹 他就是纳粹主义的一部分 可是最近 当然历史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大家都谴责纳粹这个做法 德国也谴责 可是现在在欧洲 乌克兰是第一个把班德拉这样 在二次大战跟希特勒一起 站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一个乌克兰的 当时一个派系的领袖 他把它变成历史的工程 而且还把它立了一个像 给他的同像述出来 所以这次就变成说 大家对纳粹有没有共识 没有共识以后 那欧洲历史 对尤其这么一个近代的 一个二次大战的定义 就开始产生混乱 产生混乱会造成什么 欧洲本来很多国家 内部就有这种新的右派势力 也就是新纳粹势力 已经过去还不能够 所谓的登堂入室了 那乌克兰是一个 第一个登堂入室 把纳粹重新带回到 这个历史的争论里面去的 在欧洲里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危险的举动 如果乌克兰成功的这一次 让新纳粹主义 在乌克兰取得一个合法 正统的地位的话 那其他欧洲还有些国家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跟纳粹合作的国家 就会慢慢寻找一个合法地位 那欧洲就吵不完了 那根本不要讲说团结 欧盟都可能垮掉 像欧洲真的是很混乱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 每天一下吵这边 一下吵那边 这个欧洲真的是乱到不行 过去我们印象中的欧洲 好像是算是一个 非常强的一个经济体 可是现在欧洲还能够撑上这样子吗 或者是说现在欧洲 恐怕真的要被美国给高垮了 没有 欧盟有27个国家 那北约有31个 那本来就 现在就是有各种外力在进来 当然就是指美国 那欧盟内部 当然也有亲美的小国 那因为乌克兰战争 因为他们那个 反俄罗斯的程度不一样 当然接近乌克兰边境有很多国家 长期就是跟俄罗斯不好的 所以他们确实反应的态度会不一样 不过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趋势 是越来越明显 比如说马克宏他刚连任 因为他的欧盟主席 任期大概只剩下50天 他只剩下50天 他现在在跟时间赛跑 他连任之后首次出访 要去访问法国 要去访问德国 所以你可以看到肖茲也说 他不会去基辅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 大概要酝酿明斯克协议的2.0版 所以他们两个现在正在积极的 你看他现在讲的话 比如说马克宏今天又讲说 他感念做出贡献的苏联士兵 所以这里面同时包括 俄罗斯人跟乌克兰人 他就是要说你们去看一下 你们共同的历史吧 你们需要打到这样吗 所以我觉得他大概就是要处合 而且他这两天就要去看肖茲 我记得好像是5月9号 因为法国 德国一定要联手 不然力量不够 他们两个一定要合力 才能够来促成这次的 俄乌的和谈 你最近还看到另外一件事 也满诡异的 就是莫迪 他突然之间去访问欧洲 也见到法国跟德国 因为还是需要有一个关键的第三方 作为未来民事客协议推动的帮手 主要就是中国跟印度 所以我觉得现在万事俱备 就是需要力量去推 可是有一股力量是反对的 那股力量叫美国 美国就认为好像还没完够 你知道吗 英国也在这边 所有的重武器都提供给乌克兰 那哲伦斯一昨天又讲了一句话 他说他们最晚六月底 会展开反攻 那这个显然就是美国的立场 所以现在就变成这两股力量 在决定着乌克兰要怎么往前走 那这个当然俄罗斯也很重要 因为俄罗斯你如果再去 搞出一些新的进攻 那就没完没了了 比如说你现在乌兰 大概赫尔松跟马力波 然后乌东就两个共和国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进攻 比如说哈尔克夫你又去打 奥德萨你又去打 那就没救了 或者说你甚至去打摩尔多瓦 那更没救了 所以现在就是也要考验俄罗斯 俄罗斯要限缩他的目标 我是不是到此为止 然后我就做 这里就宣告说 我反纳粹的斗争已经结束 他是不是要这样做 那接下来欧洲才有力道去 劝乌克兰说是不是就到这里 我们看先停火 以后再怎么样再说 欧洲劝得动他吗 他会不会都已经被美国给 我现在讲俄罗斯 欧洲要劝的是俄罗斯 那乌克兰坦白说 一定要这些力量合力 才能够改变美国的想法 不然连法国 德国都不够力 我讲白了 你看那个伊朗协议是怎么签的 所以关键在中国印度要签 对 你看伊朗和协议 伊朗和协议是 两个国武藏都签 然后还包括德国跟欧盟 这样美国才签 那时候是欧巴马 所以美国因为他是超级大国 你一定要有相当大的力量 说人家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你老大哥你就不要再 再觉得你玩不够了 可是这股力量要合力 也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我觉得马克宏是很急 因为马克宏的欧盟主席的任期 只剩下50天 可是他为什么急 如果不是他弄成的话 会影响他很大 因为接下来就不是他当欧盟主席 他刚好是我跟你讲 因为他刚连任 他的任期是确保的 那肖茲民调已经跌到32 里面有那个力量 而且肖茲他是一个联合内阁 他里面就是一大堆不一样的意见 他的国防部长绿党的 外交部长也是绿党的 就非常同情乌克兰 但经济部长又不是这样 对 经济部长是自由党的 只有财政部长是他们社平党的 所以有一些部长是站在美国那一边 就同情乌克兰 你这样就搞不定 所以现在法国变成最关键的 就是你要走到哪个程度 他也是在为自己的前途赌博 因为6月他们要国会选举 所以我坦白说 就是马克宏如果这一局没有成功 我觉得这件事就很麻烦 我拖个没完没了 今天5月9号在 对欧洲国家来讲叫做胜利日 胜利日有失败过 就是德国 我想谈谈俄罗斯 俄罗斯今天 等会就会在红场做个大阅兵 我想提的是 不只红场大阅兵 俄罗斯在28个城市 同时有阅兵 有武力展示 这个国家正在打仗 竟然还有力气做武力展示 就是做阅兵 这代表一件事情 俄罗斯他并没有把全部的力量 事实上按他国内的 维基白克查到他的军力的数目 他大概只摆了不到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强的兵力在乌克兰 这告诉我们什么一件事情 其实俄罗斯没有尽全力打这个仗 这是从数据来看 他如果尽量尽全力打这个仗 不是这样打 而且我们今天可以看 他在红场所展示的装备 有多少装备已经用到乌克兰战场上 其实他很多没有用 表示俄罗斯其实没有用力打这场仗 俄罗斯要做什么 我们刚才委员做得很清楚的一个剖析 其实他就对乌东那两个地区 共和国的所谓的独立 承认跟乌南 乌南为什么对他重要 因为对他来讲 他的黑海舰队要出海港 从整个俄罗斯本土出来 一直到黑海的出海港 他是需要的 所以这个是他要的 我讲两一个战争 就是没有到现在还没有停战 南北韩战争 没有停战协定 我们两个人 到现在还没有停战协定 可是都没有在战 那将来会不会形成一个局势 就是就这样停 两边都停下来了 然后泽伦司机也下得了台了 就是不用再一天到晚 先生什么领土寸土不让那种事情 就这样稳定下来了 有可能这样发展 那这是一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 今天是俄罗斯的所谓胜利日 是在欧洲战场胜利日 不要忘了 我们在中国战场的胜利日 9月3号军人节 我们中国牺牲了多少的将士 跟老百姓换怀了这个胜利 我们大家要记住这件事 绝对不可以把它忽视掉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已经突破50万的订阅咯 回馈广大粉丝 感谢即活动开跑了 活动一 抽节目的专属口罩 订阅新闻大白话 并且填写资料 寄送过来就可以了 活动二 观众的许愿池 订阅新闻大白话 并且在指定的贴文底下 留下你的愿望 就有机会美梦成真 别忘了 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赶快订阅起来